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就宰着 不承担你 再见 走 老四 老四 我发现你这现在 行行行 这样啊 刘能在我家如果出现一切不好的效果 全由我负责跟你老四没关系 行不行 可以 那走吧 你重说一遍 这句话 怎么弄 你录下来 录下来 老四 咱用这个吗 怎么我说话你还不相信呢 你先别录 你先别录 你不用录脸 你录声音都能听出来 不是 老四咱们有这个必要吗 必须得走这个过程 将来我有个交代 行 老四 我算服你了 这样啊 刘能在我家出现一切不好的效果 都由我来负责 与赵氏无关 行吧 那么刚才这番话是谁说的 请报上姓名 我叫谢光坤 行了吧 好 走 请吧 大华啊 你多吃点吧 你现在不吃过两天 工晕过没了 没人喂你 你吃不着了 好 咕咕 这 这是喂鸡还是喂鱼呢 宋 宋宋来了 来了 鸡啊 我听清莲说 您用工作的事 跑歇大脚 朝市抄着 怎么个事到底 这不山庄最近要精简吗 我怕我被捡下来 我现在和清莲 假装 在歇大脚朝市吵一架 假装分手 拨得我姐王宇的同情心 到时候她和流量脑袋一提 一同情我 我省了下岗 这工作这不就保住了吗 你家清莲也不会吵啊 没配合好 不放是散 我跟你说啊 风 这个工作呀 必须要保住 知道吗 叔还值得你养我老娘 你可不能值得 我和清莲养活你啊 再说了 你这吵架 你也没找对人呢 那清莲从小她就善良 她哪会吵架呀 那不找清莲 我找谁啊 找我呗 找你 熟卖这些年豆腐了 管账就打多少回了 你打听打听 十里八村 哪个老娘们吵架能吵过我 对呀 这事我都忘了的 再说咱俩吵好吗 为了保住你的工作 别说吵架 就假装打起来都行 那行 叔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那走那发来 上道车这接吵架 上那吵啥去 那他有几个人 那上哪吵去 我想想 我听老七说 往昆他家这两天办喜事 今天正开筹备会儿呢 咱们村的有头有脸的 都到场了 得到那儿炒 要炒就炒空空烈烈 全样都知道 人有麻烦 对 走吧 等 等 等 我 我给清莲打个电话 对你和清莲好好说说 配合一下 清莲啊 爹 是不是孙晓风找到你了 哪是他找我呀 是我来找他来了 我跟你说啊 为了保住晓风的工作 这个事啊 你就交给爹来办 啊 你就不用管了 听见没有 这是他干啥呀 我感觉他这事做得 有点太不靠谱了 算了 我不管他了 他还怎么办怎么办吧 好了 就这么地吧 走 现在就去炒下 走 走 这事你得找熟啊你 走 你啊 都给你小梁同志 不跟你一般计较 要不你把人打这么重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你这负法律扰的 还不敢会谢谢人家 那我谢谢你呗 没事 有关赔偿问题 你俩好好谈一下吧 不用了 警察同志 伤不碍事 在这我们都认识 他这可能是喝毒过来 没喝毒 打的就是你 你这这态度啊 你得端正态度 警察同志 你是不知道 你都应该抓他 他把我洗出怪兆 人家都说了 没见过你女朋友 你误会了 不是 吴哥 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这两天天天在单位加班 你要是不信 你查我手机 我真没跟孙一红没意 行了行了行了 那那天你俩为什么在一起 孙一红跟你说啥了 这是咱俩私事 咱回去谈行不 是吧 来 来来来 上菜 我把这放中间 饱酒 蔬菜啊 弟妹呀 来吧 你也一起吃吧 不得 我不跟你瞎掺和了 咱俩来玩无吃口得了 你给这吃吧 你们吃呢 少说话 没事 你吃啊 那啥 阳光 到 你也跟你谢婶她们 一点吃去吧 去吧 赵总 我不饿 不饿你帮他们干点活 明白 你慢慢吃手啊 哎呀 这孩子才听话呢 要我都不能用呢 老四啊 嗯 这应该说的都是你教导有法 啊 来吧 广坤 大伙都是为你这事来的 说两句吧 那这样我就说几句啊 等 等会儿 广坤现在师傅可以开始了 对啊 我觉得有点不妥 哪不妥啊 你看 你是东岛主 主人可以做主位 这老徐是领导 没有问题 老七这更不用说了 在我这块儿 真是菜口啊 刘大伯 一眼镜挑那没用的呢 你坐我这儿 不是 老邪我不是那意思 我就说啥呢 你这个 你看 坐在这块儿就得劲 你坐我这呗 不是 咱不能学民夺主啊 行了 行了 用不着你装好人呢 吴哥 我真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了 但是你这发脾气能解决问题吗 以前最主要的就是找着苏语红 你赶紧去找吧 我也帮你找 要是找着他 我告诉他联系你 行吗 说漏了吧 你俩是不是还有联系 你怎么就听不懂别人说话呢 行了 你赶紧走吧 我挖起上班人 还有 现在是法治社会 别动不动发鼻子 我告诉你啊 用不着你教训我 咱俩的事还没完呢啊 要是再让我发现 你勾引我老婆 我饶不了你 我非常感谢老哥几个 百忙当中 超出你们宝贵的时间 来参加我们老谢家 庆典之前的这个筹备大会的 这个之前的小小宴会 发自内心 感谢老哥几个啊 还有一点呢 就是咱们这老哥几个呢 很长时间没有在一起相聚 今天通过我这个事 把大家聚到一起 咱们呢 续续就 沟通沟通感情 是吧 还有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席间 咱们就研究一下 咱们这个庆典 要怎么搞 咱们这些领导小组的 这些人员 大家都负责哪一块 咱们把它研究细了 以便于咱说那天这个庆典 能有条不紊的圆满成功 走 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找信找信车阁这呢 就这啊 社稍格 这一广困难家 他们都搁里边开筹备会呢 看点 开始 来 来 看 这就开始啊 开始 瘦瓜 你什么人家里 你靠你肥肥素雅的 你看你就不像好人 这超什么玩具 谁呀 这孩子 我要你吵 你说我干啥呀 你说你和清连这事 我对 宋小凉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敌人好不了 这孩子你又拐我这里了 男神 嗚嗚嗚嗚 宋小风 孙富贵 干啥我去看看 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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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坐 这在我家门口 不用你 我去喊个 你好好陪几个 行不行 好了 好了 喊哪 你要钱 不是 你这晚付你要钱 分手可以 把钱拿回来 用意识得给我拿回来 拿什么钱 拿什么钱啊 你跟我们家青莱 出这么长时间 怎么又得回扣吧 还回扣出长时间 出长时间 我碰到一手指头了吗 你真没碰啊 没有 好孩子 来 快 分手可以 我比她脚练更好的女人 分手就分手 分手能怎么的 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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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钱就给我拿回来 不给 钱给放我的了 我说算就不给 不给钱报纸 没事吧 没事 来这儿 咱们就先干一个 喝一口 来 喝一口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这里不出没啥效果 这怎么回事啊 你 你这声响 你再大点声就能出来 再喊 再喊 还声响 我再喊一会嗓子都喊牙了都 你喊牙也得喊哪 你不喊他能出来吗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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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你说你选这个地方选 离这么远 他们能听着吗 你近点他们就听着了 咱俩上个院找一 走 好 你干了 你们没干嘛 来来来 我再给你倒点 老师 我发现现在你这酒量 越来越厉害了 总喝 老赔瓶是不是 这这这这 这个地方挺近 如果他们再听不着 就是他们耳朵有毛病了 不行 咱上大脚超市那就找去 难看人多 大脚超市我和清廉都吵了 没啥信我 那就好 那就吵吧 我找你个家宋庆莲的 找一百个我都能找着 分手吧 分手就分手了 你家宋庆莲 咱们人就听到了 我们家清廉跟你分手 我太开心了 我也很快乐呀 找你家宋庆莲 大事得满山遍野 全市 老虎不方便拿我当病猫了 是不是 把我按掌唇 你敢撕我嘴 你敢撕我嘴 你敢撕我嘴上 这活呀 野兮的 野兮 有什么事有什么事 你敢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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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打我呀 是吧 是 这俩人有毛病吧 你都不看我 我看你 我看你 你给我撕一会儿 你咋要 我说你 我说你 你干啥呀 你什么玩意儿你 你旁边都没人呢 你你那那 你那那 你那害眼呢 我眼什么眼我眼啊 我眼啊 你为啥你给我扔个梗子啊 你啪叉一下吧你 我还希望坤出来 我给你使颜色 你没看着啊 我不觉得作戏 真 真实些吗 真 真什么真呢 再来说 我给你按倒了 你咋还还手呢 我不还手怎么办 我那把扇差点 没给你作舌了 你这糊处了 行吗 行 行 叔 起 起没起到点作用 看这样 好像是期待作用了 那广坤都出来了 不对 那广坤指头 那他也不知道 咋 咋的英雄啥 吵架呀 遗憾啊 白摔了是不是 白做了是不是 那摔了一把扇 站在他 那往下怎么办 怎么办 我看了 你还去找王云去吧 让王云跟刘大脑袋说吧 这事肯定能成 那走吧 咱俩去找我姐姐 我可不跟你去了 我再跟你去的 把我整死都得 王云 你行了 你自己去吧 你叫胡玩呀你 你别忘了吃点药 我刚才说到哪儿呀 庆典之前 是 对对对 你看我这闹着去 研究一下庆典之前 咱们的分工问题 但是呢 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咱们县里头要来一位大领导 齐县长也要参加这次庆典 你说他这一来呢 后来我就琢磨一下 最起码得有四个人去陪的 也就是说得有四个名额 当然了这个 咱们镇上袁书记 那是必须得做陪了 还有呢 老徐 你也得做陪 光棍大 我陪不陪都行 毕竟你那么大个领导 老徐啊 你这就不对了 可以说在咱们村 这你是老大 你是书记 领导 你说你 你这事你不做陪那能行吗 另外你们之间还能沟通 有共同语言吗 是不是 那这样呢 现在就剩两个名额了 当然了 我肯定得陪 那咋呢 连你齐县长 是吧 这是帮我来的 我必须得陪人 那你现在就剩一个名额了 我来 公公呀 我拦你一句 你也不用看我 你七哥啥眼你也知道 酒量不行 喝一口脸都红 完了场面上吧 我是嘴啊 还不是能说灰道 我也去帮你啊 张罗张罗外边的事 行不行 这名额你给别人 也行 七哥你我同意 让外边的事你替我账了 你放心 那剩下这一个名额呀 这个就要在二位当中产生了 广坤呐 像这种事情里 我可以说两句啊 就最近呢 我一直就是在这种场面打拼过来的 现在在外边总有这些应酬 像袁叔爷 我也跟他见过面 有这么一句话 物以类似 人 那得分谁 老四啊 我发现你最近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 你看 老四现在是出口成长 而觉 句句都是成语 这就是说明啊 这个人力是不断地在提高 我 不管你过去是多么辉煌 说我曾经干过什么什么 其实这都无所谓 咱们呢 必须得面对现实 你看一老四 副总 而且出门 小轿车 这就是档次 级别 所以呢 我觉得老四这个条件呢 比较符合 你说呢 老徐 老徐啊 你还是过来吧 我和那两个老娘们吃些 刘娜 你看 我说了 她看我好 她不得劲 但是烟我可露了啊 那个七哥你也别挑我 徐主席你也别挑我理 我也先回去 有什么三长门 你兜的啊 杨光 回单位 老四 不是 刚才那话说 有点严重啊 不是我这不也是实事求是吗 来了 来了 谁呀 你好 请问杨有燕女士是住这儿吗 请问你是哪位啊 我是蛋糕店的 有一位先生给你盯着蛋糕 你签收一下 我的蛋糕 哪位先生送的呀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 这个地址和姓名都对 你看一下 好 谢谢你啊 那我先走了 再见 麻烦了啊 老徐啊 老徐啊 嗯 说不好 反正我听刘云娘说 她一看到照事啊 铺红地毯 她就有恶心 头晕 总想摘跟头的感觉 反正你是春枝树 多关心关心 问一问 真要有啥病啊 咱及时治疗 对不 行 回头我问问刘云 那你这就去啊 到哪儿去吧 你跟她说的时候啊 你也稍微含蓄点 是现金的还是记账啊 我现在没带钱 记账吧 行 二十八 好 谢谢王爷啊 缺点耍耍再来 好的好的 给你们买俩桃子 你说你啊 来看我就买俩桃子 要不然你就别买 要不然你就多买一点 关键我兜里边就剩六块钱了 给你买俩桃子 行了 啥事吧 说 姐我今天找你来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从小我就指的我姐爱吃桃子 剩了六块钱 我没舍得花 为了孝敬我姐 给你送了桃子 第二呢 第二件事呢 我向你抬礼道歉来了 抬啥礼啊 就今天白天的时候 我和清莲在里面跟我吵架 我脾气上来了 临走的时候 我向你哄了一声 我内心呢 老不舒服了 姐姐 你别和我一般坚持 行了 你啥样我还不知道啊 你跟清莲俩好好的就行了 不是话要说回来了 你说你俩到底因为啥呀 不是 姐啊 吵那么半天 你没听明白因为啥呀 不是 我之前嘛 我明白了 就因为你没工作 他就要跟你分手嘛 那后来说说的 又因为啥又不分了 给我整懵了 是啊 因为啥又不分了 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爹的事 他爹让清莲和我分 如果工作失去了 必分无疑 就是这意思 这缺德玩 在家呢 我起来了 我起来了 我又不起来了 行了 你可别起来了 我嫂子呢 可能是看看刘英雄去了吧 觉得咋样呢 迷迷糊糊糊啊 有时候是这脑子就忽悠一下子 哎呀 这脑子不清凌啊 要不这样吧 每天我离你上医院看看吧 哎呀 我估计我这病啊 什么大医院他也治不好 你现在啥时候啊 一句句不睡醒的事 就靠迷惑 再就怕自己 就是心仰晓 姐你说 你如果这么大催生了 找对象 我容易吗我 我能娶到清莲这么好的媳妇 我能娶到清莲这么好的媳妇 我咱们祖室吃烧糕香了 你说因为工作在那小事 我失去那么好的媳妇 你说后半生 我咋活啊 姐 行了 你挺大和男子的看 你说你哭啥呀 不想失去清莲 行了 这么去吧 等你姐夫回来 我尽量跟他说说好好说说商量他 让他无论如何把你留下行吗 姐你说是真的 我骗你干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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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姐 你吃桃子 我不吃 晚上我不吃东西 我吃 我吃 你说你啊 你就没俩桃子吧 你还皱一个 你这个 你吃吧 小徐啊 你啊也不是外人人 我呢就跟你师叔 我这个病啊 我这个病啊 就两样给我气 一个是姓王坤 一个是扎子 广坤家小萌生个龙凤台 我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 祝贺人家 对不对 但是你广坤你不能气我吧 你龙凤台就龙凤台呗 谁也没演气 谁也没没去去讲你家 你气我干啥 再一个这个赵四 是 这老徐你给这我不说假话 王大团的钱是我要的 咱们搁村里搁挺长时间 后来咱们研究投哪呢 决定投了一水那块 按理来说 就赵四人那个副总 是不应该是我的 啊 可是偏偏 让他给当上来 行 你当就当吧 自己庆见 亲属吗 但是你说你在我面前 你臭没啥呀 你摆什么谱啊 这家又是保镖 又是轿车 最可气就红地毯 哎呀这红地毯一扑 就像拿把刀扎我心一样 整的我现在都看不了红的 一见红的就咯噔一下 那就有反应 没好 我天哪 那你这病还怪了呢 红的就看不了了 别人家红的没事 就赵四人身上就不能见红 见红我就闹心 妈 奶好像不够吃 妈呀 那你是不是上火了 你就是上火了 妈妈 我都怨你爹 一天嘴可碎了 啥事都参与 打你回来开始 这又孩子改名 又说他 你这咋整 没有 没事 你就心宽点 你爹就那样 其实他吧 真是心眼不坏 就是为咱这个家 但是他办的事吧 哎呀真是 爹 来 爹 爹 我睡了 你要让那小孩闹 没有奶了 咋整的 我刚才听你说了 都因为我 是吧 是我把小梦给气的 要小梦上火了 是吧 你看你个老爷们你 还在偷听的 我就知道你这个人 肯定得讲究我 我就过来了 果不起眼 我啥时候讲究你了 我也就是实话实说呗 行了 老婆 咱们现在这个家庭 非常好 儿孙满堂 我高兴我还来不及呢 我怎么能做起 有些事 让小梦生气呢 这小梦在呢 梦你说 就最近爹做什么事 是不是应该说进步很大 电衣食都挺好 听着没有 你听到没有 一直 明白什么叫一直吗 明白 还能好意思说吗 他只不过就说 你一直都挺好 我说你一直都挺气人 嘴一直都挺碎 我什么玩碎啊 你动不动你就说 什么事都怨我 我有事多了 我什么事多 我哪方面事 你要不跟着参与的话 你不老嘴那么碎 啥都管的 又起名又啥的 那还能没奶吗 妈 怎么这孩子没奶了 还用这名起的不对啊 那咱们可以 你改啊 这个叫蟹奶奶 这个叫蟹油奶 爹 你看你说什么呢 你是说话的 这斗气呢 赶紧想招吧 用的啥招吃点啥 要含着奶奶 买点猪蹄子啥的 是啊 咱就得想招 你看你这巴巴巴巴巴 整些个没用的 行了 我现在不跟你一样了 唐辉 走 跟爷过去 不不不 你还在这干啥呀 你妈都没奶了 快点快点 跟爷爷回去 不回去 你跟爷爷回去 你不想 你想我 我不回去 爹 他不愿意回去 别让他回去了 他不是有小孩吗 他愿意跟小孩咋一起 他在这吧 那行 萌啊 爹听你的 但有一点啊 他在这可不能影响你照顾这俩孩子 文强 你现在赶紧去给我卖猪褥去 爹你刚才掐腾肥干啥呀 我什么时候掐他了呀 那孩子竟然撒谎现在 你拉到我我都看着了 什么玩意看着的 那孩子我跟你说 现在学的一点都不像样的 爹啊 你说咱家现在这种情况 你能不能消停点啊 谁不消停了啊 你怎么跟我捞着话呢 你看看你妈 什么态度 一句句那么顶我 这要真搞一钱 能是这局面吗 他敢吗 行了你别说了 你赶紧去买猪褥了 快点快点 这点上哪儿买呀 大小超市呢 能开吗呀 我不管开不开 我也不管你上哪儿 今天晚上这猪褥 你必须给我买回来 孩子没奶知道吗 行我看看去吧 来 对 就这个点事的地儿 这个 对 对 对 你说人不服岁数能行吗 早点睡吧 一天还在身边 拼死拼活的你 犯不上 以后你再累了你就跟我说 我就给你按 你呢 我发现你现在 你又跟我这温柔度啊 越来越好了现在 清雾你就有福吧 是 不过你就手把跟那个小李比吧 啥的呀 比他有劲 是 那个什么学位比他点得准 哎呀 哎呀 山庄最近咋样了 哎呀 不好呗 都愁死了 本来吧 前几个月还算行 后来这不是 这得从高速那儿下来 往村里绣条那板路嘛 咱现在山庄都别跟借过了吗 都走一条道 然后现在 还做那个地面的基础呢 现在 那这条路到底啥时候能通啊 这一年吧 这啥呢 那不是 有个冬天吧 冬天不能十五 那你说那这段时间 山庄咋整啊 咋整 咬牙挺吧 三天重雨三十五 三天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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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题我也不会呀 咋题不会呀 大人哪科都挺好的 这数学不会 你还总考不及格 我不及格一回吗 及格一回能行吗 我看看啥就会 小明早上八点去学校 小红早上七点三十去学校 小明每分钟走三十五米 小红每分钟走三十米 学校距小明加三公里 距小红加三点五公里 问小明和小红 谁先到学校 相差多长时间 别说这题真挺难 我也不会这题 实在不行吗 明天陪你走下试试 那行 回来了 这孩子这题不会 我也不会 回来了 回来了 咋的了这是啊 闹听 啥事啊 你说这刘能啊 也不知道得个啥病 一看这红色 那就晕倒 没上医院看看吗 我担心你不是这个呀 你说过两天 研究广坤办庆典 他穿衣服啥色的 万一这要晕过去 不好看哪 是啊 那要么不要刘能去了呗 广坤愿人去了 咋跟你说不要去啊 我去说呀 是你说这话你也没法说 不会 那咋成啊 爸你帮我算算的提一杯 那小孩提 要你妈给你算 你看我不不会嘛 明天咱只能走一趟喽 不是我说你 谁像咱家日子过得这么好 多幸福这孙子孙女都有了 没啥事就别老事事的 这那一碗汤 谁喝了能咋的 咱这家庭也喝不穷 没有多熬点 你别老审了那腾飞 你那么的小萌就上火了 那海奶都不够吃了 我说老妈你不能这么说话 这不是说我斤斤计较 而且有句话你得跟小萌说说 好好跟她解释一下 我绝对我不是冲她 至于腾飞 我肯定会好好带她 你惹得过我去跟你说下 我可说不了 老徐 你来了 这么晚你来干嘛去 坐这儿 其实找你俩跟你俩说点事 说啥事 你俩知不知道刘能有病这事 听说了 这个刘能他自己跟我说过 赵思也跟我说这个事 但是我没看到刘能犯病或是怎么样了 对啊这丑挺好的嘛 你感觉今天生气走了 那不都挺正常吗 真有病了 真的呀 可风啊 我刚才参加过来 我现在我跟你们俩商量商量 咱们庆典那事啊 就别让刘能帮找了 你想那齐县长也过来 袁书记也过来 那肯定是车也多人也多 你说他在晕倒了 不好看呢 你说得倒是 但是 你说咱跟令能都说完了 这咋好意思跟他说这个话呢 你说这事让我去说 那倒是老徐 这是我家的事 肯定是不能让你说 你放心 我会把这个事处理好 行 那啥呀 你跟他说的时候 别正面说 有病的人他怕激动 哎 啥意思 小样生日快乐吗 你说我在那儿吧 人家过生日自己买的蛋糕 我得准备准备 好好给他过过 我都愁死了 晓风那对象你不知道吗 嗯 这清廉 哎呀我没嫌 他能跟他爹宋福棍一样 见利忘义 就当我面儿你知道说啥话不 说啥 说啥 就说宋小峰简要说 这个班要什么有了 就不跟他处了 宋青年 青年不是那儿孩子呀 我也没看出来他那样 不是 是你家宋小峰给出的主意 把同归这事完 让咱们同情的 骗我吧 这次这经典子不把他给留下 你就是对小峰有意见 那小峰那还那么实在 哪有哪有心眼子呀 那你可出的主意啊 我说什么主意 那你说小峰这事 你能不能给他留下呀 不是我留留的事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正在 从你那个方案呢 就是那个裁员的方案 我们到时候呢 要定一些细则嘛 把细则定出来之后呢 公布给大家 然后到时候 民主选举投票 谁留谁不留 大伙决定 那这事你决定不了啊 我也不是没有决定权 但是你这 就是大伙 大伙决 那我不白跟你说着吗 差不多吧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装我妈就让你掐你了 行了 你说你那个 能不能以后 别总在大角那待着了 你晚上就回来住得了呗 整得跟俩的一分局似的 别老心想疯的事了啊 到时候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哎呀 我老伴过生了 这假不太皇冠了 好看不 太好看了 哎呀 我说两句 不 大伙 咱 还是我说几句吧 你说 我杨小燕 这一辈子 活这么大岁数了 就没过过生日 这是我过的第一个生日 大伙啊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呀 什么苦点啊 累点啊 有钱啊 没钱啊 其实都不重要 是 最重要的就是 我再跟你在一起开开心心呢 有时候我心眼儿小点 心眼儿小证明你在乎我 但是 我最想不到的就是 今天你给我这个惊喜 你给我订的蛋糕 其实 连我自己那天过生日 我都不记得了 只是大拿你都记得 我 真的谢谢你 我觉得我嫁给你 这一辈子值了 我什么都不求呢 我希望将来的日子 我们还会开开心心呢 然后 祝你永远都健康 这边就给我敬礼